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势头趋缓 一季度发生疫情17起 比上年4季度减少了57起 23个省解除疫情封锁 生猪生产和调运秩序加快恢复 由于产能持续下滑 农业农村部预计下半年猪肉供应可能趋紧 猪价已经提前进入上涨周期 那么解除疫情封锁之后 又遇到价格上涨的养殖户们会怎么做呢 来看记者的调查 记者刚一到黑龙江省明水县境内 就碰到一辆运猪车停在路边 经纪人傅海生告诉记者 现在的猪金贵得不得了 减好了一百多头 现在收收就不卖了 涨价了就不卖了 听南方说还涨价 就说就不卖了 就是七块就是收的 昨天是六块九 最近这几天是丁八涨了 农海生说 他把这车猪送走 就得走村窜户 求着养殖户卖猪 记者跟着他来到了丁雪峰家 眼看经纪人 络绎不绝上门寻猪 老丁有点坐不住了 这不是猪肝膏吗 这一家来得多 我现在能卖个最高价 看看你哥打 谁能给你出最高价 这展示就是几块六分的 这假的 这大哥 一看有人来了 立刻扛架 我看谁能出几块 又有外贼 傅爱生说 去年养殖户 几乎都没有赚到钱 好容易行情涨起来 他们稀售的心情 也可以理解 为了多赚钱 不查养殖户开始计划 扩大养殖规模 接近400天 这里得接近300 接近300多度 5亿前后就见完了 有些些 我这边这几种 我看肯要混多 还盖出去 还盖 就是刮母猪 我也得养50头 养殖户们都觉得 非洲猪瘟的影响 已经远去 生猪养殖业的春天 就要来了 现在就得打的 也得赌一把 现在价格好 价格好 如果要是涨到8块 或者9块 就照去年 翻一翻 去年卖4块 4块左右 这卖到8块钱 就翻一翻 猪就挣钱了 不能盼着风险 盼着风险 到啥时候你挣不着钱 你说养啥没有风险 这次养殖户门 是不是像往年一样 盲目追涨呢 就上半年 可以保证供给 没有大的问题 那么下半年 随着生猪出兰量 进一步下降 再叠加节日的消费 因为下半年的节日 这种需求 猪价有可能出现 阶段性快速上涨 专家初步预计 下半年猪价 同比涨幅 可能超过70% 业内专家也建议 养殖户在做好 生物安全防控的前提下 适时补拦增养 争取更好的养殖效益 但记者在调查时发现 恢复生产并不容易 我现在是在黑龙江省 明水县的一家 生猪养殖企业 在2018年的12月27号 这家企业就发生了 非洲猪瘟的疫情 7万鱼头生猪被扑杀了 那么到现在 这个企业门口 大家可以看到 还立着一个 防疫种地的牌子 而且这个道路两侧 随处可以看到 生死灰消毒的一个痕迹 那到目前呢 这个疫区它已经解禁了 可是这个一点附近的 这些企业 还有生出养殖户们 他们现在怎么样 是否开始恢复生产了呢 让我们来去问一下 记者在这家企业看到 目前除办公区对外开放外 其他养殖区域 仍是大门紧锁 已经过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们为什么 没有恢复生产呢 近期呢 我们做好设备的 清洗消毒工作 做好防疫工作 还有设备的改造工作 为尽快恢复生产 做好准备 我们预计啊 那么在六个月左右 开始恢复生产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专家分析 此次造成疫病的原因 应该是在生猪交易过程中 外部运猪车辆 将病毒带入造成的 让人没想到的是 本来为了减少猪肢 与外界接触 降低疫病传染风险的猪舍 反而为病毒传播 提供了便利 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猪舍的 整体的这个连廊 其中供水供热供料 还有猪的通道 人的通道 同意都在这里头 这样的话呢 病毒 虽然这个就是 17 18发现了病毒 然后传播的就比较快 目前 他们正在聘请专业人士 对猪舍及饲料的 加工工艺进行改造 所以恢复生产还需要时间 以这家企业为中心 三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疫区 当时也有几家养殖户的 500鱼头生猪 同时被扑杀 记者采访时 刚好遇到了疫区范围内 第一户恢复生产的养殖户 准备复养 我也很想准备养啊 我家就去扑杀出来 王俊英说 他在当地打听了一圈 发现现在猪价大涨 他好不容易才在 100多公里外的赵东县 找到了合适的生猪 就让老伴带着钱去购买 他估计上午应该回来了 可竟然一直等到了晚上 这天一刚擦嗨 张大哥就把这几头猪给拉回来了 但是呢我发现 你看他这个车 他家院子在那边 他车离院子还有一段距离 不跟这什么 在台湖上蟹 不跟台湖上蟹 往台湖上蟹 猪怕摔吗 都坏了 你看咱们那个村民 就特别聪明 随时随地就利用各种各样的道具 这些其实就是玉米 外面的那个皮 它比较柔软 所以卸猪的时候 让猪先走到这个上面 就怕摔到它们 猪下车的时候 王俊英有点不放心 这咋子还不走的 这晃着你一会儿来 咋的 这猪长得真丑啊 丑啊 你往家那样 长得好 他脸好看的 你说那真丑 不敢闻的指 嘴上说嫌猪丑 可看女婿赶猪用竹竿打 还是心疼得不得了 为了帮这几头猪 桥先新居 附近村民和当地 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 都来帮忙 这是当地恢复生产的 第一批猪 意义非凡 不过这几头猪 可是来之不一 干出一千多里地去 去了四家 第一家当地一瞅 这形就不行 看不中 还要三千二 第二家 左管订的 订妥的 两千六订妥的 就是你到那个 没等到呢 打电话就不让你看了 你别有的 直接就给他涨价了 就不让你去看去了 第三家 到那一看 要的死拉贵 三千五 有的马上就下的 就是十天八天下的 就是四千多 买不了 完了上大兴 张贵说 现在生猪市场行情 和当地出现 非洲猪瘟的时候 完全是冰火两重天 张明华说 他家原本计划 买二十头能返母猪 可这次只买到了五头 现在的猪又贵又难买 最近各路媒体 不时曝出 子猪价格近千元的消息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 自去年八月份 非洲猪瘟疫情爆发以来 生猪和能返母猪存栏 同比逐越扩大 三月份以来 生猪存栏和能返母猪存栏 同比分别下降 百分之十八点八 和百分之二十一 同比降幅 达到十年来最大值 这意味着 计划扩养的养殖户 猪舍建好后 很有可能面临 买猪难的尴尬 要你选的没多些 有的还不卖给你 现在这个猪涨价了 猪咱也涨价了 全部涨价 现在抓猪的人特别多 猪 买猪那猪牙子 说可他 他是到远都来一天了 这五个都给你吧 就都给我 要不然还买不着了 现在猪贵了 他都要买 记者了解到 造成这轮存烂量降低 还有一个重要诱因 与黑龙江省产区情况不同 作为销区的浙江省 从非洲猪瘟发生后到现在 猪价持续走高 已长达半年之久 可猪价再高 也没猪可卖 在非洲猪瘟没发生之前的话 已经是在 等于这个养猪周期的低谷 那我们检量了 我们只有 大概只有三分之间的两 母猪 虽然猪叫上来了 我们猪也同样也没有猪 也一样的 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无能为力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 就是经验能够想得到的 原来2018年 刚好是上一轮猪周期的 价格低谷 大部分养殖户 都已经在缩减存烂量 非洲猪瘟出现后 更加加速了 存烂母猪的淘汰量 所以才造成 如今存烂量的持续走低 要想恢复产能 可能会是一场持久战 不是说我今天增加了母猪 下个月就增加了肥猪了 但是它最喜欢一年的周期 还要新母猪 它生产可能不一定正常 再到它生产正常了 就是两年的时间 如果我今年增加的母猪 应该在两年以后 猪会达到肥猪 会达到最高峰 那么养殖户们 直接购买此猪育 只要五个半月就能上市 为什么一定要等两年的周期呢 小猪也要母猪生啊 你没有母猪生了 哪里来个小猪啊 所以你小猪也是从 那个现有的母猪生下来的 所以不是 繁育周期是跳不过的 这个是逃不掉的 你一定就是说 你不管是从别人那里抓来 还是自反自压 这个周期 你别人那里抓来 别人少掉了 都一样的 不少业内人士预计 此次猪肉价格高峰期 可能要持续到2020年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打破低存蓝量 对扩大产能的掣肘呢 徐军建就摸索出一些 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产能的小窍门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这样情况 行情好的时候 我们猪可能会略微养大一点 如果接下去 这个几个月是夏季 那么肥肉可能消费淡季 那你最好在300斤左右卖掉 那你如果到了中秋节以后 那你最好在350斤以后 那个市场 就是我们这个猪啊 出来市场更受欢迎 所有的养殖户几乎都知道 生猪养到230斤以上 料肉比就不合算了 就是说 生猪开始吃得多 长肉少 许军建为什么坚持认为 养大猪更赚钱呢 你如果在保本的价格 那最好是标猪卖掉 220斤的时候卖掉 如果在暴力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10块的猪价啊什么 那么最好是猪养大一点 为什么呢 你小猪的成本很高的 那你这样养大的话 虽然它大猪的料肉比会高 但是相对来说 比起小猪的成本来说啊 这个还是增加了料肉比啊 还是更少一点 还是养大猪合算 把猪的单体重量增加 算起来 它也能增加30%左右的收益 除此之外 也有人想出了其他好办法 因为我们是120头的母猪 要相当于150头的母猪的出产量 那么产载力 也给你这个成果率提高 这样子 那么等于相当于 跟人家150头的母猪的量一样了 这样子 但是等于多养了四分之一 都养出来了 非洲猪瘟的危害 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猪周期震荡 养殖户们还在按照猪周期的老经验来应对 扩大生产等措施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但要从非洲猪瘟中走出来 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如果不能采取规模化养殖 科学预防等综合措施 改变养猪产业的生产方式 非洲猪瘟的模影就还在 快速扩大生产 也可能是在扩大风险 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业的挑战是全面的 整个中国的养猪产业 也必须全面升级 只有提高整个产业的免疫力 才能从根本上减轻 疫病对生猪养殖业的冲击 春耕短视频 农机也疯狂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春耕全民特约记者的时间了 人间四月万物涨 正是春耕好时节 现代农业机械的参与 也让春耕变得高效起来 不管是悬耕机 播种机 还是插秧机 各式各样的现代化农机 此时此刻正在广袤的田里里面 大显身手 快来看看我们的屏幕上 有没有你家的农机出现吧 今天教你们如何启动 开棺 小头对着开的位置 稍微给点油门 封门 推到后面关闭的位置 向上转拉盘 感觉有阻力 向上一段 非常好启动啊 一二三 接着起一手刀了 封门开到油位 挂挡 出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三栋时序 近日 第三届衡水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继2019年桃花文化旅游节 启目一事 在河北省深州市举行 本届桃花节时间 为4月6号至26号 活动涵盖文艺演出 民间民俗文化展示 书画摄影展览 传统戏曲表演等项目 2018年 大美深州相约桃香 桃花节目 桃花节旅游系列活动 接待游客达75万人次 桃花节 已成为当地发展 全域旅游 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请来给我们的节目信息 查询往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你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 聚家三公囊的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 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